全地烈各位家人,大家好,能够和你们享受自己是何等的美好。 神的荣耀正在全地运行,他好像金色的荣耀是何等的美丽。 我想和你读一下的文字,是讲到良人何等,渴望他的辛苦。 在你心的深处,涌流着我丰满的灵,是从来不会无法去满足你, 而在你的腹中是孕育着墨子的丰收。 这些都是因着你所赐予而洁净成为你的疑虑。 其中一个很重要合一的元素,就是我们一起聚在主的餐桌前, 就是在餐桌上是摆住让我们可以吃和喝的酒和饼。 在以西杰书主,叫以西杰去吃书卷。 而在启示录,同样是叫若汉去吃书卷。 说他吃的时候,在口中会甜如蜜,但在腹中会苦。 然后呢,他就会去列国说寓言,而你所说的将会是你所吃的。 并且在启示录第三章说,我在门外扣门,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,我要尽到他那里去, 我与他,他与我一同坐直。 让我们在主日节旗,与他一同坐直。 问他在旁边。 您抢甚至买点字幕一 chuck饼。 您抢甚至买点字幕,